大家好我是撒尼塔大人 現在開始我們的中位劍師試練了 現在要升過來 放火箭的史多維武殺到街上 現在用一把武器 暗殺他 那隻其實還未死 我們稍後再回來殺他 現在就圍在上面這一層 暗殺了一隻 拿一把褲頭 這隻就打他入街就可以了 現在就回到下面 下面那一層 用這把十二弓的武器 用背刺的方式 槍兩隻殺死 前面有兩個槍 這槍其中一個有火的屬性戰 我們就要拿 屬性戰必須要拿的 普通戰就不一定要拿 另外前面那兩個槍也是有普通戰 我們就沒有拿 因為不需要那麼多戰 還有還有下一節時間 這一層就要飛過來 就盡量飛高到他 飛高到他 飛高到他 用暗殺的方式 打開我這個槍 就拿一些自然 這裡有兩隻子都沒有 我們就先殺死藍水的石 接著黑色的石會見到 因為他會看著 因為他會看著你 所以他就沒有看著地下 所以他追上來的時候 就掉了一階 他沒有看著地下 地下是沒有路走的 那到這一層 這一層就要跳高 用箭向上面射死 如果你不射死他 他就會吹雞 一吹他 其他人都會看到你 就會向你圍 向你不斷放箭 那就會很難打 那就殺了他先 就繞過來 來這裡拿一些冰箭 那就很幸運有10支冰箭 就繞過來殺了這隻 先殺了這隻 不忘了拿把木 這一隻就看到了 如果他見不到 就不需要理他 他見到就要飛去 用線射在他上面 如果他見不到的話 就可以慢慢走到他 走到他後面 就暗殺他 那這次見到就要 射在他上面 射在他上面 射在他上街 那這隻也是 暗殺他 射在他後面 拿一些雷的造成線 這個箭就有些普通線 那我們就不拿了 因為都夠了 這隻黑色 用24攻的武器 就打不死他 所以要補了兩刀 用30攻的武器 才能殺死他 但我們現在手上沒有 好嗎 OK 這一層就是打一隻手衛 由於上面有兩個撲槍 先上去 這裡很不幸 剛剛舉動的時候 不是面向著手衛 所以看不到他 這次很幸運 這次很幸運 這次就可以了 看回他 其實這一層的盾範都很難做 因為距離比較遠 所以真的要十鐘清晨 計算他的砲的距離 就量度時間 即是自己心裡量度時間 一發砲的時候 大概發砲之後的 可能0.1秒左右 大概 我也不是很穩定 0.1秒左右 大概 然後按A鍵 才能盾回到 比較難的 這一層 剛才拿了一把 右進攻 這把攻 可以射得遠一點 所以用2秒 到這一層 用箭射射 蝙蝙蝠 要射不中 都不要緊 有時候射到一下 這些蝙蝠都不是很難射的 OK 下一層了 這一層 就要用冰箭射射外面兩隻 火燭射白色的 這隻蝙蝠就看他的眼 對 這一隻就要射他的眼 因為距離很遠 因為距離很遠 其實你有機會射不中 還有剛剛 你有機會射不中 所以就 瞄準他的眼 如果射不中就很麻煩 射不中的話 兩隻蝙蝠都會走出來 所以你要再玩 三個 因為我們不是玩攻擊的筆 我們是玩 靜止 靜止一定有暗殺的 他走出來就暗殺不到 他的蝙蝠狀態 就有30秒 剛才大概是27分 0 7秒左右 0 8秒 所以他就會在26分 38秒 假除蝙蝠狀態 就可以視察他 OK 都順順利 都 到這裡 都順順利 雖然也有點失誤 前面 我試一下最快 就是26分鐘 40秒 就完成這一層 我呢 就慢了14秒 總共 但都不要緊 因為現在不是 因為現在是長跑 不是轉跑 所以都 有幾秒都 無可避免 其實都 有十多秒都無可避免 很難說要去到最完美 跟著 前面去到最完美 跟著後面又 又很完美地過 很難 那這支箭呢 要借得好些 那這支箭呢 要借得好些 要借高些的 如果不是呢 他們很快就會調查完的了 那的話呢 就 你不夠時間去處理這個位 那這支箭呢 如果借得太低的話呢 那這支箭呢 就要調查很久 他就調查比較長些 那就可以處理這個位 跟著呢 這支箭呢 就要射高一 射第二級 大概 那這支箭呢 如果借得太低的話呢 那兩隻都會走過去的 那就變了暗殺不到 如果借得太高的話呢 那一隻呢 就不會走過去 就是他會聽到聲音 他會有反應 大概不會走過去 那所以呢 其實要做很多計算 你不可以射太高 不可以射太低 那我們 換一把 三十六六 跟他的武器吧 就對他 進行三次的倍次 那他就會死 那這些武器其實不用拿 那這些武器其實不用拿 那把騎士的槍走劍要拿 剛才那些盾啊 單走劍那些不用拿 那這個槍有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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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分鐘06秒過這一關 那我水化是試過25分鐘20秒過這一關 那這裏呢 就盾化力了 那我轉回下一層吹勇的武器先 OK 那這個位置 那他一發光就按 一發光就按 OK 那就可以了 那這個容易很多 就是比剛才第四層那個盾版 容易很多 因為那個距離呢 你可以自己調整一下距離 調整一下 你平時用殺怪的距離 那剛才那層呢 就沒得調整一下 那位置的 那我就比較難盾版 那我都試過在那層失手 那這一層呢 就是用箭射他 就等他一醒了 就射他的眼 跟著呢 他就一貼低 就走過去 就用火箭去打他的腳 不過不知為什麼 打幾下都不射火 那所以我們要轉回 再打一次 那現在射火了 射火 射火呢 那他人呢 就要掛著去成績點火 那就會沒有時間打你的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用船 轉落塔他人 那打的時候呢 你把木 你把劍 你把劍是用木造的 那把劍又射火 又可以 順勢燃他 他又要花時間 去成績點火 那所以 又可以再去 用船射火打他 那所以 其實他人根本就沒有時間攻擊你了 你一直轉 他一起在那裡成績點火 你一直轉 那他就死了 他根本就沒有時間打你的 所以 這一層其實很容易打 這一層其實沒有難度 其實這個也是打他人的正確方法 就是我認為是最正確的方法 就是他遊戲是設定了 設定了 有些木槍 你一超他 他就會在那裡跳舞 那他遊戲是這樣設定 其實都是預料我們要這樣去打 那其他方法不是不行的 你可以慢慢定時射的眼 那些方法就比較適合於任何巨人 那如果打這些巨人 他腳像裡面有一些木箱 或者有一些鐵箱 那些鐵的護罩 你可以用一些俗性武器 去令到他不可以用 那這一層就先死了冰箱 然後呢 用冰箱射他一隻 射他的手衛 一支冰箱加一支俗性箱 那他就會死 那由於我們剛才有10支冰箱 那我們現在 剩下很多支 所以我們可以用兩支 那我們大概預算四支就可以了 那我們現在剩下四支冰箱 不可以再用了 那要用這些俗性棒去打 但是他四下就死了 那由於你敵四下 那俗性棒就沒有能量了 那所以你要換武器 那如果換武器的話 那俗性棒呢 就會重新計過 就是他補滿能量 OK死了 OK死了 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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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先把下一層需要用的技能 那這一層呢 其實就不用用電板打他 不過我呢 因為他都輸過很多次 那一層 就不是很多次 都輸過一兩次 但是 但是你會記得的 因為你很辛苦打仗 才輸 其實就記得很深刻 那左右就走 好走 變多給他一下 OK 那這一層呢 就不知道為什麼要走殘 大家不送他 變相呢 我要在那裡躲起來 就等個城市器呢 就復原 對啦 復原了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他就走了 就是他走了 變相呢 浪費了很多時間 不過如果他走了的話 就容易一點去打他 容易一點去打他 容易一點去打他 OK 那就看不到下面 所以要看低一點 看不到他的位置 那大概這個位置 那其實我都不是很肯定 因為他逼一下逼一下 大概這個位置 那試一下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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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點笨氣了 這些幾麻煩 因為我們平時冒險 都很少會用到 鐵箱去打一些怪物 所以變相就 不太會用這個箱 不太會用這個箱 不太會用這個磁石去打怪物 OK 這個容易 就 設到最高 然後他頭頂上面 就放手 OK 拿一把 走護者之鎚 OK 之後鐵箱就設到最遠 然後降低 那平時一下子就掃死他 那時候又不知為什麼 就掃死了 這樣就掃了四下 OK 就掃死了 那就掃死了 那下一個需要用的武器 那要用把尺寸最遠的弓 和尺寸冰箱 因為下一層就要打六隻手衛 那其中四隻手衛呢 就在一個台場片 那我們需要先用冰箱 加一支屬性箱 兩支箱 就尺尺一隻 即每兩支尺尺一隻 我們先尺尺一隻 我們先尺尺台場四個手衛 然後再打下面兩隻手衛 然後再打下面兩隻手衛 冰箱 尺尺一下 再尺尺尺 因為冰箱一見冰 你尺尺尺尺 你尺尺尺尺尺 就有三倍槍 那不然你用三次屬性箱 那就殺了一次 還有你時間都要用太久了 哇 好危險 差點被他打了 一下 那我試過這一層 都試過四個兩三次 那我這次拍呢 之前都試過很多次一箱過關 很多次都是這一層 和剛才那一層 被打中 然後我要坐六個 其實很辛苦 OK 這裡就定時打兩下就試游泳 那這些手衛是不會游泳的 這個遊戲好像是沒有 會游泳的手衛 好像沒有 那我剛才是游泳 因為城市還沒復原 那我就游泳就安全一點 那現在就轉回下一層 用的武器 我們就需要用爆炸鐵 用這把水高弓的弓 二連弓 爆炸鐵 然後再加個火焰棒 OK 到下一層 其實時間慢了很多 比起碎化石慢了很多 不過碎化石又沒有靈傷 所以就不能撥 那這樣就遮住 用水高弓的檔 就放火焰 就讓前面那堆燭火 就升起 就轉爆炸 我們平時呢 有時候呢 就要撿到六支箭 如果六支呢 就好邪點 六支是大於五支 他就死了 我們這次不幸運 就只撿到兩支 就變成我們 變成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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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我需要 需要多幾支 那如果他10支爆炸鐵 就能在空中 就撿到兩隻 就不用降落地下 那降落地下 那降落地下 就要花很多時間 那我們就不要被他攻擊了 他攻擊的時候 就直接用把 俗性武器來打他 其實那兩把俗性武器 蠻好用的 我建議呢 如果冒險的時候 身上頭 打一把 即是冰火雷都打一把 OK 都好慢啊 20分29秒 才可以 這裡 我睡快了 21分鐘 是過完這裡 OK 先等我不要 其實不用傳盾 可以的 那我一次過有兩次 是到這一層 零傷到這一層 然後就是因為貪化的原因 所以就 被他失走 又要再打一個 所以變成我這次很貴 OK 用俗性武器 然後 停止氣 然後再 轉他 即是盡量等他 不可以攻擊的情況下 才向他攻擊 這樣就最安全了 他一轉就 用俗性武器去打他 那他就無法轉 OK 現在可以用兵止氣了 這樣打就最安全了 因為我之前就不是這樣打 就跟他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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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打三個兩次 就沒有時間 就變成一失手 就要再打個 OK 不要跟他搏 就等他衝到這邊 然後再打 OK 停止了差不多了 又可以停止 又可以定身 然後再用這把 跟他打 又怎樣可以一個人打兩下 好難 射到他 把劍都沒有 OK 其實可以 趁他轉的時候 在他轉的時候 會散出一些風 等他可以清起 用時間射他 這樣就可以省很多時間 但是我這次就不這樣做 因為要安全 這把全攻三條用 就是 用方向砌全轉 然後再加一個攻擊按鈕 再按Wifi 這樣就能用到 最後就很容易打 他就在這裡踏踏 那我就用一把 那我就留一把 30攻擊武器 最後用的 OK 已經打完了 終於打完了 我來到這裡大概有 大概 我應該是第三次 到這裡 之前有兩次是零槍到這一層 要七手 接著要再打 那這次是第三次 終於完了 大概是 11分鐘20秒過關 這次 那我睡快那次是 10分鐘45秒 那那次就是 一雙 OK 過關 終於都 完了 多謝大家收看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 小大蛋頻道 多謝大家 拜拜